陪我长大的愿望 借给我半点翅膀 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 风和浪一起吹装 心里画我陪你装 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 陪我长大的愿望 在我心里面埋葬 你是我面对生活勇敢的 贺琳你会不会吃包子 哎妈呀这包子让你给吃的 这没必要包一起啊 蒸个馒头再炒点菜 贺琳好吃 好吃 你跟妈妈说包子 哎真棒包子 妈妈掉了一个快吃 快捡起来捡起来吃啊 妈又给你放碗里 来妈妈尝一口 妈妈吃一下 妈妈吃 你看能给妈妈一个大的吧 真好吃 你看你看你看你就看我这大拇指 有多紧张 今天吃点 这是啥 熊日鸡蛋面包子 包子可好了 我的天哪 反正真的是感觉掌握了一门技术 小贺琳 小贺琳 大贺琳好 酥子可安的呢 我说 好吃吗 好吃 嗯 哎妈呀 贺琳也吃 贺琳已经吃了一个包子了 包子 嗯包子贺琳包子 哎妈呀 我把我那包子 吃得好 哈哈哈 对不怕 饿了 饿了 嗯 嗯 吃了 爸爸永远不做 不吃了 我今天做了 我做了一碗 一碗吃就够了 吃了 对 对 嗯 哎妈呀 哎妈呀 哈哈 吃上瘾了 我吃了 今天 今天 头发上面是不是还行 让人给自己选的鞋 不穿这个鞋就哭 看我这鞋好看不 何丽呢 大家看我上面是不是还挺好 就跟这双东西 那鞋就不是很搭呀 看我多高兴 走 我跟我婆婆做点包子 然后还跟我跟我婆婆 从网上买的章鱼 从国内网上买的 先买了一点尝一尝行不行 一到夏天就是小孩出来在海边玩水 然后去游泳的好时候 父母就会带着孩子去各种各样的海水浴场 游的就是特别浅 像我们今天来的这里就是都是石头 可能不太适合小何林这种小孩子 但是风景还是特别好的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叫色岛 再往前走一点就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金鱼雕塑 那个雕塑就是为了来色岛起伏的人而建的 在色岛的海边随处都可见被凿了孔的岩石 海浪拍打在岩石上通过岩石上的孔传出来的声音像极了琴声 所以这里的岩石也被叫做色岛鸣波 来到这里以后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空气中全都是大海的味道 有那种海带或者海鲜的味道 然后这里面的水比较清澈一些 所以里面的鱼类比较多 这边钓鱼的人还是挺多的 有的是带着孩子 有的是夫妇两个人在这钓鱼 其实这样度过一个周末的下午也是挺好的 我们要再往前走一点 走到那个灯塔的地方去上面看一下风景 哇 我现在看到这个场景真的觉得跟一幅画一样 今天天气也不错 所以显然海边就特别漂亮 我们一起听一下大海的声音 小河林最近真的是跑得特别快 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生了个运动健将一样的 而且还特别喜欢出去玩 但由于我们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然后好像是从上周到这一周 今天是第一次带她出来玩 妈妈看 那是什么 给妈妈 给妈妈 妈妈又捡了个石头 哎 真是的 这个又是好吃呢 然后跟我公公多买一些 真的就没办法给她啥 今天又去学院了 然后我老公去看以后就特别特别热 我老公今天也生气了 直接就说这点干完就不要干了啊 我公公就说听不到 我直接就吃了 我老公那天买了一个 然后说是特别特别好吃 我这次直接从国内买了一些 给我老公买了一点 给我公公买 要是行的话就是再买一些 反正就是耗这一口 别的好像都不太喜欢 这也有大的 老公说是你买小的买小的 你看我这买小的 那这个小和你再吃呢 老公现在还是要吃的 那我今天不太吃了 老公 那今天就那种小的 中间的小的 小的 这最大小的 你带来的吗 有什么 有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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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跟一位吗 那我们没有 老公 买了 能冻还没完吗可以说摸个水一式 1.2 1.2 4只吃呢你知道吗 我老公昨天看到以后就觉得挺伤心的 让我再定一些 但我觉得还是要尝一下 不是有个事情的话再定一下 要不然不喜欢的话买太多也没用 你看这是 然后我突然发现就是跟我好像对吃的这一方面挺感兴趣的 像那种猪肉谱然后还有干的鱿鱼啊啥的好像挺喜欢的 可以多定一些 -游泡都喜欢的 -游泡喜欢的 -游泡喜欢的 -游泡逛一会儿放在家里边喝一碗 -伯父还有什么都喜欢的就先去打开 -什么呀 指甲插到里面的那一种 我觉得还挺好看 应该也挺好喝 这个地方就像一个那种试园店 我哈佛的东西上有什么东西 里面就是东西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要啥有啥 然后里面大概90%以上的东西 都是我们国内生产的 可可你也蛮难打的 买两个 本来就这么小 文类也都可以打的 买两个 我们很难打 看来是平客 我们很难打的 再给小河林买个小水瓢 洗澡的时候可想要水瓢了 还有一个水瓢了 没有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水瓢 一半个水瓢了 今晚我俩真的是准备 把这个电视剧想看的都看完了 明天睡一天 那一哈都容易努着 走 我俩去超市买瓶酒 拜拜 明天再见啦